她是一个高位结坦的富二代 年纪轻轻 资产过异 却不幸落得终身残疾 家里不得不高兴给她聘请护工 但不论谁来都会被她气走 直到这样一个女孩出现 她叫小璐 是一个有点笨拙的女孩 她品味糟糕 表情又是挺夸张的 面试时还把裙子撤破了 富二代威尔当然不喜欢她 第一次见面 她就装发颠 把她吓了一大跳 还说她裙子裂了 让小璐难为情 但她不知道的是 小璐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女孩 她的家庭不算好 爸爸失业 妈妈在家照顾外公 妹妹独自抚养孩子 养家的压力全在她一人身上 她虽然总搞砸事情 但依旧拼命地想要扛起这个家 为了做好这份工作 小璐认真向医生请教 但家庭医生告诉她 威尔非常暴躁一怒 她的工作就是负责让她开心 于是为了哄威尔 小璐费尽心思 给她带花 讲万年老梗 威尔通通置之不理 每天一副看傻子的表情望着她 即使是乐天派的小璐 也在她不断拒绝和嘲讽后 濒临崩溃 直到这天 威尔的前女友和好友来看她 他们相爱了 希望威尔成全 威尔冷嘲热讽地赶走了他们 接着用轮椅推到女友的照片 玻璃碎了一地 这是威尔最落魄的样子 小璐有点心疼她了 默默替她修复好相框 但威尔看到后更生气了 不仅嘲讽小璐没脑子 还让她趁早走人 小璐终于忍无可忍 她对着威尔大发脾气 不要把你的痛苦施加在我身上 我根本不关心你 我只需要钱 让我做好自己的工作行吗 威尔沉默了 自从瘫痪后 所有人嘴上都关心她 心里却在笑话她 只有小璐从不掩饰情绪 她需要这样的坦诚和真实 快不再刁难她 还邀请她一起看电影 但她没想到 这是小璐第一次看异直片 看着她夸张的表情 威尔突然觉得 这个乍乍乎乎的女孩很有意思 她终于愿意和小璐好好交流 也开始配合她的工作 不再整日窝在房里 跟她出去散步 聊天 小璐总是欢声笑语 让她的生活也变得明媚起来 谈话中 两人逐渐了解彼此 小璐告诉威尔 她从未出过这个乡村 威尔不敢相信 她突然正经起来 对她说 小璐有些不知所措 全家人都靠她的薪水生活 她根本走不了 小璐只好尴尬地转移话题 但在照顾威尔的日子里 各类外国书籍 电影 甚至仅仅和威尔聊天 都让小璐慢慢接触到了 更大的世界 这是她过去从没想过的 她越来越在意威尔 一次 威尔感冒了 她变得异常虚弱 小璐主动留下来 在她床边守了一整夜 病好后 小璐想帮她刮胡子 威尔同意了 她开始信任她了 但威尔还是有点紧张 小璐偷得很近 她刮得非常细致 终于露出了她原本帅气的脸 可就在这天 她意外听见了威尔父母争吵 原来 威尔要求安乐死 她答应为了父母再多活半年 现在 审批已经通过 妈妈还是不愿放弃 她希望小璐的陪伴 能让威尔改变主意 小璐无法接受 对她而言 不阻止威尔 就是在帮助她自杀 于是 她决定让威尔重燃生活的热忱 为此 小璐开始认真计划 如果不是因为高位劫瘫 这个年轻富豪做梦也想不到 现在 自己居然会跟一个穷姑娘约会 小璐第一次穿礼服 有点害羞 用围巾裹得很严实 威尔让她把围巾取下来 她教她 礼服就是要穿的自信点 小璐照做了 果然非常美 音乐会中途 小璐又闹了笑话 她发现威尔的衣领有标签 直接上牙咬 把在场的妇人吓呆了 但威尔却被逗笑 这晚 他们很快乐 音乐会结束后 小璐准备送威尔回家 但她却拒绝了 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 她才能假装自己是个正常男人 之后 小璐又陪她去城堡散步 去公园野餐 为了帮威尔找到生活的动力 小璐还邀请她来自己的生日会 生日这天 威尔准时来了 还给小璐准备了礼物 一条蜂蜜色裤袜 小璐激动得手无足道 这是她最爱的配色 但已经买不到了 她没想到曾随口提的事情 威尔却放在了心上 看着她高兴的样子 威尔也觉得开心 渐渐的 威尔在小璐的陪伴下 不再恶语相向 而是祝福了她 这时小璐喝醉了 她邀请威尔一起跳舞 屋池中 他们哈哈大笑 听到这句话 小璐决定拉着她疯狂一把 他们开着轮椅车 在黑夜中疯跑 离威尔安拉斯的日期 越来越近了 小璐必须赶在这之前 改变她的主意 她计划了一场旅行 但为了这趟旅行 她不得不取消和男友的度假 男友很生气 哪怕度假 只是男友去比赛时 顺便带上她 男友指责小璐把工作 看得比她更重要 还有威胁要分手 小璐终于意识到 男友在乎的 从来只有她自己 这次她没有再挽回 很快 她带着威尔来到海边 他们一起晒日光雨 一起看雷电暴雨 看着小璐在星光下 踏浪跳舞 威尔的眼神充满爱意 终于 他们忍不住稳在一起 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小璐本以为 她成功改变了威尔的想法 但威尔还是决定安乐死 她无法接受 像现在这样活着 小璐哭着请求她 为了她活下去 但威尔却说 正因为我爱你 所以才要给你自由 她无法对她做正常男人 都想做的事 更无法给她正常男人 都能给的幸福 威尔请求小璐 和她一起去安乐死诊所 陪她走完最后一程 小璐心碎了 她无法接受 亲眼看着爱人去死 这对她来说太残忍了 回到家后 小璐把自己关在房里 整天都在想着威尔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直到爸爸来找她 在爸爸的鼓励下 她赶到威尔身边 这一刻 小璐终于想通 尊重威尔 才是爱她最好的方式 小璐靠在她身上 和爱人做最后的告别 他们深情 而又不舍的最后一吻 威尔握着小璐的手 有尊严地离去了 她给小璐留下了一封信 和一笔遗产 还给她的父亲提供了工作 好让她能够勇敢地离开家 去巴黎 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在信的结尾 她说 威尔虽然离去了 但她带给小璐的影响 将永远陪伴着她 继续精彩的生活 因为她的这份精彩里 也有她的一份 爱不只是成全 还有成就